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崔老师他说今天是几亥年 跑不过诸如此贵 但是今天晚上也是一个珍贵的日子 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诸物之哲学读书会第一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结业典礼 2019年12月15日 西安诸物之艺术文化空间举行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读书会结业典礼 这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 他们既非哲学专业 亦无学院背景 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这本书的感召下 他们云聚之无知 逐字逐句啃下了这本晦涩难懂的哲学经典 今天他们欢聚在植物之对长达47次的阅读完成了一次总结 并领取了阅读结业证 著名作家袁林以及知乌之创始人陈红果在结业典礼上完成了一次哲学与文学的现场对话 我们有的一种将来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们才能够重演过去 或者我们才能够通过过去不断地展开自己 不断地去寻找开单 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反折道之洞的意思 所以海德格尔在后期为什么如此的喜欢老子 所以这是我对他的一个时间观的一个看法 那至于说袁英雄他对于那个后期 就包括诗性的哲学等等 有很多的这个理解 那我在这里想说的是 我们是从存在与世界开始的 为什么呢 这个鸟我其实是打酱油了 这个我想可能为上的唯一原因 我就觉得有时候可能错误 也能引起这个大家的一些对大家有益处吧 那么海德格尔显然就是要超越这样一种 线线时间无可逆转的这样一种秩序 让人能够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辽 所以他这个就是要实现这么一个想法 但这个可能实现吗 精神本身它就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他从来不能做固化的理解 直面了上帝死了以后 上帝怎么认识上帝 怎么认识一个 奥斯文星之后 怎么在一战之后认识上帝这个问题 所以当海德格尔说存在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很显然存在这个词也受到黑盖尔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哲学家来说 很容易引导人们就是失去行动能力 失去现实的思念能力 是人类现代性走向科技主义以后 必然面临的一个有限性和虚无主义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对海德格尔一看法 就是我不太喜欢海德格尔 不管是借助亚尼斯多德还是波拉图 奥古斯丁还是阿奎纳 他们都是一种超越性的 像波拉图和亚尼斯多德 他们是明智的 上帝本身 所以上帝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假设 但是在这康德的逻辑里面 上帝已经成为了 从第一位成为了第二位的东西 其实黑盖尔对康德尔是一个反驳 我今天越来越喜欢黑盖尔 黑盖尔我们今天中国人读黑盖尔 往往药模式对黑盖尔是无限的排斥 包括刚才原名所说 我待会马上要说 其实黑盖尔的问题 跟罗素等人的问题是一样的 就他们已经不相信 有一个上帝的成长 知无知已经举办过心理学 红楼梦 哲学 教育等专题读书会 这样的读书会 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便已成就为知无知的文化品牌特色 所以有很多人感叹不感动 大家看到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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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